一道道防線 在台灣海峽 築起層層關卡 台海護城河概念 被提了出來 利用台灣本身的 不對稱戰力 形成有效的規則 台灣建設城 所謂四位島 讓你這個共軍 要渡過台灣海峽的時候 會遭到非常大的困難 渡海攻台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足夠的 自防衛的能力 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 認為 建立威責嚇阻能力 所耗費的成本 絕對遠比發生戰爭來得低 因此該將資源用在 更多更便宜的裝備投資 達到最大效果 讓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不至於因為過度樂觀 而對台灣輕易發動戰爭 美國站第一線 台灣站第二線 這是一種方法 第二個台灣站第一線 美國站第二線 第三個 美國跟台灣混在一起 所以第一線的意思就是說 你比如說你前方軍要登陸了 那你是不是站在台灣的海岸邊 你就把他擋在外面 台灣除了提升自我軍事實力 盟友的支持更是重中之重 美國更與日本菲律賓提升同盟關係 形成多邊網格戰略架構 亦在維持台海和平穩定 若台海發生衝突 菲律賓日本 美國都有可能被射入 因此台海和平穩定 不僅有戰略意義 更能阻止戰爭外衣效應 帶來的更大衝突 三立新聞 陳氏熊陽 紫玉 台北報導